做完手術會否不舉 性功能會有障礙 這些情況常不常見 術前沒有不舉的問題 沒有撥起功能障礙的問題 術後也不應該有 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星期回來聽醫生說 我們繼續有羅光燕教授 香港大學醫學院愛芳榮譽教授 羅教授你好 陳醫生你好 最近我遇到一個個案 有一個上年紀的叔叔 來看我 他說我有心臟病 我有前列腺 他打開報紙 他說這些藥我能吃嗎 我說這些我真的不敢亂回答你 讓我問問專家 打開報紙那些藥 很多男人都十五十六 不知道吃好不吃好 其實前列腺應該吃甚麼藥 是最好的 是否一定要吃藥 中國人是很漸進式的 如果你有一個問題要處理 食療就一定比吃藥好 食療不行 就去吃中藥 中藥不行 或者吃西藥 西藥也不太好 接受打針 或者有其他推拿針 甚麼都好 有他才可以投降 然後才會做手術 我們也明白病人的心理 當然做西醫我們只有兩招 給藥做手術 給藥方面其實也有兩大類 一種前列腺的問題 你記得是前列腺增生 增生是因爲荷爾蒙的影響 時間我們不可以調轉它 我給你一些藥 你回去二十年前 斷了荷爾蒙的影響 希望前列腺增生 這對有些病人是有效的 這些藥是甚麼藥呢 亦是說它會影響 藍性荷爾蒙進入前列腺的細胞 來讓它增生 如果它沒有這個增生 前列腺便會萎縮 即是細胞你不生 它就會個個死 死一個細胞 就會在整個尺寸縮縮 這是有效的 另外有些研究 亦都說吃這些藥 前列腺癌的機會會減低一點 另外一種大類 就是醫治尿道放鬆 這些是最常見的 這些藥其實已經有四、五十年 不過以前是用來醫治血壓高 不過發現了原來這些藥 可以把前列腺的尿道拉開一點 放鬆一點 我們英文叫AlphaBlockus 中文的學名是一大堆的 待會在字幕裡打出來給你 其實作用是把前列腺的尿道拉開了 讓它排得順一點 因為始終問題只是排尿不夠順 所以有時我們會用一種或第二種 甚至乎兩種加在一起 對大部份的病人都會初步的時間是有用的 但是你跟著時間繼續長下去 他吃著這些藥 到差不多一刻都會失效 因為情線實在太大了 這些藥不可以縮得太緊要 亦都說擔心副作用 你不可以繼續給那些藥 我們可能要說 李先生 藥吃了這麼久 但看起來尿速是差一點 或者你還會繼續夜尿這麼多次 可能我們要考慮做手術 所以歸納來說 那些藥物 第一可以縮小前列腺 盡量幫它縮小 就是阻斷男性的荷爾蒙 第二就放鬆肌肉的尿道 讓那個尿液可以出來 就不用塞住了 覆整的目標就是看著那個尿速 有沒有那些柄圓小便的殘餘小便 類似這樣的情況 就去看看藥物的效力就不夠了 不夠就去做手術了 糟了 一缸道做手術更加厲害 會不會切完 或者會不會切完之後 會不會失禁 最論上那些更加難開的 會不會不舉 很多迷思的教授 其實前列腺的手術 大致上是怎樣處理 或者常見的做法是怎樣的 大致提 99%這些前列腺手術 良性的前列腺手術 是用一個微創的方法 用內規鏡做的 那就不用開刀 我給我一個例子 現在你有這個洗面盆 用了65、70年了 頭髮、牙膏掉進去 塞住了那條管 那我要傾這條管 我不用整個拆開它 我只是在出口那裡 然後伸個儀器進去 將阻塞的牙膏、頭髮、肥皂等 幫你刮好它 讓那個通道通翻 那就是手術的原意 所以做這些手術 第一是微創 第二是不用開刀做的 有怎樣做法呢 最傳統最常用的 有些叫做經尿道前列腺撤除手術 其實就是將這些增生的組織 用一把電刀 將它批下批下 就整大這個通道 然後就將那些碎片抽走 這樣那個通道就會通 這是最常見的手術 當然也有一些 日新月異的進步 有些人可以用激光手術 就是將那些組織氣化了它 作用也是一樣 歸根究底就是要將這個通道 整整它的通行模作 你用什麼方法 你總之做到就可以了 有些人說 如果這樣說 我們不如用一些方法 傷害了那些組織 讓它自己壞死 就行了 那就更加微創 有些人會說用冰凍的方法 有些人會用熱的方法 用熱水 甚至用蒸氣 那些 都來頭始終 那個金標準 始終都是這個 經尿道前列腺排的手術 明白 現在新的那些 綠激光那些 亦都可以做到那個要求 說是微創 很快恢復 通道和通道有分 至於副作用方面 都有短期和長期 做很多手術一樣 你做那個手術 可能有出血 前列腺其實都是一個 很多供血的地方 這樣做一個前列腺 但現在差不多 亦都說除非病人 術前是貧血 要不然 就根本 輸血的機會 都很小 就好了 第二樣就是失禁 那樣其實 亦都是極之小的問題 因為現在那些 光學儀器 我們是看得很清楚 我們知道位置在哪裡 我們不是盲摩摩 就是刮刮刮 有些地標 我們要遵守 這邊 我們要做 這邊 碰也不要碰 那個尿控的功能 就得以保存 明白 亦都可以說 差不多是極少極少會失禁 而很多這些男士失禁原因 就是根本膀胱 已經是有一個過度活躍 變成膀胱收縮 把尿出來 而不是滴下滴下 完全明白 那筆舉會不會 很多男士都會問 做完手術會不會不舉 性功能會不會有障礙 這些情況常不常見 性功能 我們要分開來說 就是充血 以及射精的問題 射精在正常的情況下 為何小便和精液不會混合 因為膀胱頸部的作用 平時來說 射精受了神經線的影響 膀胱頸是收得很緊的 而那個精狼 把精液推出時 經過一個地方叫精浮 但是你做了一個手術之後 我們說要牌尿通腸 變成這個位置就開了 射精後便通行沒有了 前面更窄 所以就會在這裏附近 就會停在這裏 下次小便時便衝回 所以如果病人述前 沒有筆舉的問題 沒有撥起功能障礙的問題 述口也不應該有 但是你知道 在那個年紀來說 很多男士都會有少少問題 明白 再加上如果她的心理有些影響 她說擔心 然後別的朋友說 有沒有影響 她說是否應該有影響 很多這些東西會影響到 如果你是看看文獻來說 在美國做過這樣的研究 如果你述前跟病人說 你不會有事 做完之後 你會一樣有撥起功能 如果一句聲音不出 有些人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前熱線發大這個迷思 真的很多男士都可能藏在心裏 藏在一年不定 幾年不定 可能忍住 晚上氣室幾次小便 可能忍幾年不定 但是也會有人問起 這樣忍住不說 有得她前熱線的續腫脹發大 會不會搞搞會變生癌 其實前熱線的增生 和前熱線癌 都是兩個很普遍的情況 50年前有些書本 有些文獻會說 中國人是沒有前熱線癌 他們看得少 不見 引經據典 他們看回上世紀初期 在中國做的研究 真的沒有什麼 為什麼 那時候 那些男人的平均壽命 是三、四十歲 你都沒有時間讓前熱線大到增生 或者做到前熱線癌症的情況 重規而言 有前熱線癌 未必有前熱線增生 而且他們發病的地方是不同的 前熱線增生 就是那些腺的細胞增生 而前熱線癌 大多數會在周邊區 那個地方 就不是增生的位置 如果你想像一個橙 前熱線增生 就是橙肉 大部分的前熱線癌 就是橙皮 有前熱線增生 時間久了會不會 這句話 我們要分開來說 一個很快的答案就是 是 但是真正的答案就是 不是 為什麼 50歲的男人 全世界都是 中國人都是 我們如果將前熱線 去檢查得很精細 一半人 兩個有一個 在前熱線裡面 已經有些癌細胞 兩個有一個 很厲害 如果是去到100歲 就個個都有 好的 但不是代表 這個 一有前熱線癌 就很快要拜拜 癌的字 很多人會害怕 一有癌 就糟了 很快要寫 寫定遺囑 不是的 其實 前熱線癌 雖然可以有 但未必一定影響病者的生命 和生活質素 很多時候 前熱線癌 我們說 可以與癌共存 但未必是他要命的 這個也很特別 沒有想過50歲的男士做解剖 去驗的時候 竟然有兩個 有一個 有前熱線癌 其實有什麼特別的風險 因此 令我們男星 這麼容易幻想 或是 隱藏著前熱線癌 前熱線癌 我很多時候跟病人說 不要那麼擔心 是有的 不過 你講了專科 心臟血管 每個人都有心臟血管 都有些阻塞 但是你知道有 你可以觀察著他 直到某一個程度 你覺得可能開始有問題 然後就去做通波仔 或者擺放資格 前熱線癌 如果你有一個情況 某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觀察著他 亦都是說回頭 他有一點點 他不會發病 我們可以不理他 好的 直到差不多 我們說這些 前熱線癌的細胞 那個數量 和他的質素 開始變了 我們開始擔心了 那時候要處理 我也相信 一般癌症將來要處理 都可能跟切除 或者化療沒有關係 總之 在我們的垃圾來說 很害怕癌症 所以一定要聽醫生說 原來前熱線癌 可以有那麼多 不同的過程的步驟 有觀察器 治療方法 其實我們很嚴謹的監察 是一個治療方法 明白 但說回來 有哪些人 就是說 危機較高 就是有家族病史 如果爸爸、哥哥、舅父、表哥 有一個前熱線癌 他的機會就會較高 這些就是有遺傳的因素 所以可以對那些男士呼籲 如果他的近親有這些問題 就一定要跟醫生說 然後他的檢查 就要比其他人要緊密一點 完全明白 多謝教授 各位觀眾 尤其是各位男士 當你遇到有備療科的情況 可能胃裂不舒服 膀胱不舒服 就不要收藏 只是跟兄弟說 真的快點找醫生 跟醫生說 多謝教授 有不少高血壓 或者心疏血的患者 都可能會被醫生處方口服的利療藥 所謂俗稱的去水癌 去控制他們的血壓 或者心臟衰竭 或者身體裡面的水分的情況 不過有部分患有前熱線肥帶的男士 可能他會怕小便太多 經常去廁所也不麻煩 而自己偷偷地減藥 甚至不吃藥 其實這樣是很有機會影響到心臟 或者血壓的健康 其實患有前熱線肥帶的男士 都是可以服用利療藥的 不過在服用期間 一定要小心停床醫生的臨床指示 不小心 理好 無意 臨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